啟動開旋 拿著食物林區卡感應 為風源大道三段旁 台中第二家實體食物銀行開幕來啟用 繼101年綠川店開幕後 市府社會局優积及籌劃和寢視慈善會合作 開了第二家要來照顧更多的弱勢鄉親 全國第一家食物銀行愛心食物銀行 是在台中市第一廣場中區成立的 然後別的地方慢慢在設 就不會發生台灣還有人餓肚子發動腰 這種事情不可以 因為如果你巡回發放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每一天到任何一個地方去發放 那我們將來希望說鄉鄉鄭鄭 都是有一個小而美的一個實體食物銀行 那麼這個食物銀行是全天開放的 那麼這個緊急需求的人 才有一個尋求食物的一個窗口 社會局表示愛心食物銀行 結合了各區慈善團體設置補給站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 發放米、麵、油和餅乾等物資 累積至今已經服務了7萬多個戶次 如今豐原店開幕 遊行室慈善會負責營運 將協助大山城和海縣等14個地區的5次發放 因為我80歲了 現在一個大小小小 讓小小小到現在就交給別人 第二個小小小小 今天去洗油漬 我母親現在的天后白 還有中方走下去不方便 我看得很好看 這裡不算 我們一個親家 以前我開桌三個月而已 我會先去 他現在目前要不把他開桌 這樣 所以非常困難 有些是祭拜過的食品 但是我們會標示出來 那有些是集齊品 有些是我們用扇款 就是再去補足食物的不足 所以這方面我們食物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企業廠商 來提供一些集齊品 來捐助給我們 這樣的據點越多 越能服務更多人 因此社會局選定的第三座 食物銀行設在大理 目前相關用地已經取得 預計今年就能完工落成 讓食物銀行的服務 能夠普及到山海屯地區 記得你講的鐘 差不多